明天八点准时更新 我是真子 半摔期埃里克斯的交互式纪录片 最终时刻 在今日凌晨上架Steam商店 售价37元 纪录片以图像视频结合 迷你小游戏等多媒体形式 将玩家展示了游戏制作的大量花絮 以及威慑在十年间取消开发的相关项目情报 其实早在13年到14年间 威慑就曾短暂开发过半条并三 当时这款游戏使用了起源二引擎开发 试图用程序生成的地形和任务目标 加强游戏重复可玩性 开发进度已经进展到了扫描Gman 等主要角色脸膜的地步 但是因一直没有突破性的重大进展而取消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威慑还背着我们偷偷开发过求生之路三 当时这款游戏设定为开放世界 并以摩洛哥为舞台背景 计划引入包含数百只僵尸的尸巢 这后威慑还开发过一款大号为热狗的项目 试图作为求生之路新作的实验 遗憾的是 两个项目后来均被取消 除了以上三款游戏 这十年里威慑还取消开发了数款游戏 充分证明了度假设内部 扁平化管理风格的优势和劣势 由于没有高层下死命令 很多项目都是由员工发起 然后不了了之 慢摔弃埃利克斯的巨大成功 或许能让威慑员工们更有信心开发游戏 之后我们也会看到更多威慑出品的游戏 APIC商城在下周将免费赠送动作RPG游戏 火区之光2 本作有着和暗黑破坏神类似的玩法设计 玩家可选择四种不同的职业风格 自定义角色样貌和装饰品 探索庞大的威尔德安大陆 在大量的随机化观察中 与各类怪物战斗并收获战利品 同时游戏还支持局域网和在线连接的方式 与好友合作游玩 当然大家也别忘了 本周APIC赠送的三款游戏已经可以领取了 分别是约于体材策略游戏逃生者2 丧尸设计游戏杀戮空间2 以及科幻冒险游戏荒芜星球 国产武侠动作游戏 紫赛秋风险以上加Theme商城 售价88元 本作以架空背景下的古代丝绸之路为舞台 玩家操控的主角需要保护和尚 通过蛮族侵扰的伤道 并在护送过程中逐渐探寻佛经的秘密 除了常规的剑机格挡闪避等套作外 游戏还引入了一套独特的内力系统 可发出真气用于战斗和疗伤 或者以气预剑获除敌人防御 据目前的一些差评反应 游戏的剑模较为落后 除了主角以外的NPC呢 都制作的相当的粗糙 画面分辨率也比较低 只支持1080P 并且存档点设置的很不合理 出招动作也比较僵硬 个人觉得本作还是有闪光之处 只是受制于制作规模和技术能力所限 画面拉胯 没有给玩家足够的沉浸感 对武侠游戏感兴趣的玩家 可以入手尝试一下 由万代南门宫发行的 慢改动作RPG 刀剑神域 彼岸游镜 今日正式在Steam上发售 本体售价298元 包含大型扩展资料片 特点服装等内容的豪华版 售价498元 本作以动画中的地下世界为舞台 玩家将操控同人为了实现记忆中的约定 展开了一场冒险 游戏采用了即时战斗的设计 可使用剑机 技能 神圣术和队伍连鞋等多种招式进行战斗 据目前的一些差评玩家反映 游戏的优化极差 读取速度很慢 并且存在帧数低 盾卡等情况 游戏的画质建模也比较落后 最多只能支持1080P的分辨率 想要入手的刀剑粉丝们 不妨等到优化完善后再购买 休闲地牢探索游戏苏打地牢2 今天正式登陆Steam 可以免费下载游玩 游戏融合了模拟经营和地牢动作等元素 玩家需要管理一家靠近宝藏的残破酒馆 为前来探险的地牢勇者 提供苏打饮料和装备道具 并雇佣他们进入地牢寻宝 搜换来的宝物可用于升级酒馆的桌椅板凳 扩大经营规模 进一步吸引勇士为自己打工 除了酒馆以外 玩家还可以建造铁匠铺 巫师商店或者竞技场等设施 来释放勇者小队的真正潜能 先打游戏太累 还可以选择自动战斗模式进行挂机 源源不断地收获各类战利品 第一人称创意设计游戏 灶热的续作 灶热意念控制删除 即将在7月16日正式解锁 好消息是 之前购买过灶热的玩家 可在游戏发售当天免费领取新作 但是在epic商城免费领取灶热的玩家 无法享受这个福利 灶热意念控制删除 曾在三年前就开启了抢签体验 延续了只有前进时间才会流动的设定 玩家可一路爽快地射击砍杀 并将在前作的基础上 加入广阔的世界观设定 同时增加更多精致炫目的慢镜头特效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访问YXCCG 售卖Steam充值卡和Steam游戏激活码的微店 和重新开业的淘宝店 名字呢 就叫每晚八点游戏商店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